大家好,歡迎來到白菜快跑 這個頻道主要是分享一些關於魔術方塊的內容 想當初我第一次解開魔術方塊的時候 是多麼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你的身邊或家裡是否又有一顆魔術方塊 但是一直遲遲無法解開 又或是想要買一顆來玩 但一想到可能要背很多公式 就萬而卻步了呢? 這個系列是專門為魔術方塊新手打造 從第一集的基本觀念到後面的解法教學 想要讓周圍的人對你露出崇拜的目光嗎? 跟著我的腳步走 不需要背很難的公式 不久後你也可以親手解開魔術方塊 那我想要先說明一下 我的這個系列是想要給原本完全不會的人看的 所以如果裡面有些步驟你已經會了 或是你有自己的方法 那麼你可以用你原本習慣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要解開一顆魔術方塊 首先得先了解它的構造 一顆三乘三的魔術方塊 一顆三乘三的魔術方塊 包含中心塊、邊塊以及角塊 那中心塊呢 就是每個面中心的這個方塊 因為有六個面嘛 所以中心塊一共有六個 邊塊 邊塊就是每個中心塊 周圍的四個邊 上面的方塊 像這顆 還有這顆 這顆、這顆 上面這層有四個 中間這層呢 也有一、二、三、四、四個 相同的 最下面這層也有四個邊塊 所以一共有十二個邊塊 再來是角塊 角塊就是每個面的四個角落 上面的方塊 邊塊呢 一共有兩個顏色 角塊因為在角落 所以它總共會有三個顏色 整個方塊中呢 角塊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總共有八個角塊 這個是我把魔術方塊解體之後的樣子 它只剩下中心塊 中心塊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你看不管我怎麼樣去轉動它 轉動這個方塊 它其實是不會動的 這些中心塊的相對位置 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比如說這個藍色 它的對面一定會是綠色 這個紅色 它的對面一定會是橘色 白色的對面一定會是黃色 為什麼說這個觀念很重要呢? 因為當一個方塊在亂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它的中心塊 去判斷這個面解完之後應該會是什麼顏色 比如說 這邊的中心塊是白色 那就代表 這個面你解完的時候要是白色的 這個面的中心塊是紅色 這個面的中心塊是紅色 所以你解完的時候這個面應該要是紅色的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它中心塊相對位置不會改變的原理 幫我們輔助判斷 每個面的顏色 好 這個是我把邊塊拆下來之後的樣子 像這顆它是一面黃色 一面橘色 所以它解完的時候應該就會在我們這個橘色中心塊 還有黃色中心塊的中間 也就是說它應該會在這裡 再看一顆 這顆它是橘色和綠色 所以它解完的時候 應該會在橘色中心塊 應該會在橘色中心塊 和綠色中心塊的中間 也就是這個位置 那我們來看一顆角塊 這顆角塊 它是黃色 橘色 和綠色 所以它在完成方塊的時候 應該就會在黃色 橘色 綠色 綠色 中心塊的中間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的邊塊 它不管怎麼樣轉動 你看這顆白紅邊塊 不管我怎麼樣去轉 它永遠都只會在邊塊的位置上 不會跑到角塊的位置 相同的 隨便的一顆角塊 我們在轉動方塊的時候 它永遠也只會在八個角塊的位置上移動 永遠也不會變成邊塊 很多沒有玩過魔術方塊的人 可能會以為魔術方塊是一面一面解 但其實不是 你看 像我這顆方塊 已經結好了白色這一面 但是當你看到 它的邊塊的時候 這顆是白紅邊塊 它應該要在白色 和紅色 中心塊的交界 才是正確的位置 那這顆 白綠 它應該要在 白色和綠色中心塊的 中間這個位置 才是對的 那同理 它的角塊 也一樣沒有在正確的位置上 所以我們在解魔術方塊的時候 通常會用LBL Layer by Layer 也就是一層一層解 像這個 就是已經解完 第一層的樣子 它除了白色面已經解好之外 它周圍的 藍色 橘色 綠色和紅色 也都已經對齊了 它們各自中心塊的顏色 這樣我們才能稱之為第一層解好了 解完第一層後 接著我們就會來解第二層 也就是我現在轉動的這一層 也就是我現在轉動的這一層 最後是第三層 有了這些基本觀念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正式解方塊了 的一層解釋